真正的修行 坐姿与眼神 在介绍这个真正的修行的教法的时候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坐的姿势是不是很关键 乘坐的时候是需要挺直脊椎呢 还是可以放松地坐在一个舒适的椅子或沙发上 我的回答是最好不要躺着 因为人们一躺下来就容易睡着 除此之外 以什么姿势坐着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我知道很多传统修法都注重身体的姿势 我学过的禅宗就相当注重坐姿 对坐姿的注重是有其道理的 某些姿势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将身体和情感打开 当我们的姿势是开放的 当我们的脊椎挺直 双手没有在前面交叉着时 我们就会感觉更为敞开 这样一个姿势具有天然的开放感 灵修传统运用各种各样的姿势 来培养一种内在的开放感 和一种开放的态度 但是多年来我发现 虽然姿势是有用的 但是常常出现的情况 是修行者的头脑太专注于完善 和维持某个特定的姿势 以至于无法引导到开放的心态 相反 它常常导致对姿势准确度的过分敏感 同样 这依然跟态度有关 重要的是 我们要以一种 轻快 开放 和放松的态度 看待修行 我们必须放下 那个认为 只有姿势准确 才能开悟的观念 因为 那并不正确 开悟 可以在一个 坐得笔直的修行者身上发声 也可以 在一个坐向 显得松松垮垮的 修行者身上发声 修行者 可能坐在室外的椅子上 或者 只是不经意地坐着 同样 重要的 还是我们修行的态度 我们心态 开放吗 我们做得 轻松吗 我们的取向 是否 很简单 换句话说 我们的姿势 是否 让我们 忘记了身体 是否 让我们 不用去牵挂它 而是 顺其自然 人们 常常问我的 另一个问题是 他们应该 睁着 还是 闭上眼睛 各种 修行传统 会强调 不同的事情 有些传统说 你应该 睁着眼睛 修行 而另一些 则鼓励 你闭上眼睛 修行 作为一个教师 我更感兴趣的 是那个 牵引你的 是什么东西 在你将 你认为 应该做的 不应该做的事情 放在一边的时候 是 什么在牵引你 在你将 从别的地方 学来的权威 修法 放在一边 而跟 与你真正贴合的东西 而不是 其他什么事情 或其他什么人 加在你身上的 重新 建立联系的时候 又是 什么在牵引你 我们许多人 具备 如此多 关于修行 和教法的知识 以至于 脱离了 跟自身 修器与共的 自然 自发的智慧 所以 我总是 从一开始 就尝试 重建人们 跟自己 密切贴合的 智慧之间的联系 对你来说 什么是对的 如果 你想要在 修行的时候 睁开眼睛 那就睁着 如果你愿意闭上 那就闭着 试验一下 在两者之间 转换一下看看 如果你困了 那 睁着眼睛 就是一个好办法 这样 可以帮助你 清醒一点 其他时间 你让自己 睁着眼睛 而你觉得 他们想要 闭上 不是因为 你困了 而是因为 他们就是 想要闭上 如果 他们想要闭上 那就 让他们闭上 好好体会 你自己的方式 跟自己的体验 保持 贴合 可以帮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